世界除了南极 北极 第三季就是青藏高原 世界无奇之天 中国已经设置了 独占农场 低级检查 短级检查 无论的信息 暂时封锁 拉萨 一座英维宗教和地理位置 令人倍感神秘的城市 与诸多媒体报道的截然相反 在自媒体上 年轻人所呈现出的拉萨 自由令人心生向往 这让我更加好奇的是 在这样一座藏传佛教的圣地 宗教和现代化之间 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 真实的拉萨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刚抵达拉萨已经是深夜 过不上高原反应 即刻就要前往一位歌手的工作室 采访一位说唱歌手 伊邦 伊邦老师好 随随老师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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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我发现您今天 这与我过去所接触到的 说唱歌手不太一样 伊邦老师衣着打扮更加的正式 这可能与他另一重身份有关 公务员 北京现在音乐学院毕业了以后 回到家乡以后 我还是选择就是 先考一份这个公务员 然后因为我在基层参加工作 这么多年会接触到 很多基层的一些事情 人 然后可能我在音乐方面的创作 的这种思路也会有转变 就感觉跟我平常听到的那种 Rap的那个歌词不太一样 这种听起来好舒服 是吧 对 究竟是怎样的工作经历 让充满愤怒的音乐发生了变化 我想跟随着伊邦老师 去看看他工作的地方 平时从事那个民族宗教工作的时候 经常去删删 然后跟森尼去打交道 然后也做过人民调节 和老百姓去打交道 这是日常的一些工作 然后其次呢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宗教政策的宣讲 我们藏传佛教应该如何正确地发展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工作的地方 哦 阿波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中文的语言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现在说是有这么一个情况 从青海那边 平时呢都是四五个人 一群人会进拉丧 但是现在发现只有一个阿加 那可能这个情况有点特殊 说我们警长已经过去了 那要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 什么情况 青海过来朝拜的路线 就是说会沿着这条路 一直是磕到拉萨的大道寺 他是从青海一路就沿着这个山脊 直接翻山越岭 对 因为就算是从青海过来 他顺着白油马路的话 肯定路程会加倍地延长 他就不会沿着路 他就会沿着这个山 直接垂直地就穿过山 哦 那这么一看的话 一个人的朝拜者 那真的很危险 是 哦 刚好我们民警已经到这了 我先下车看一下什么情况 好 您先坐一会儿 您是从哪边来的 青海 青海 肯定是多少 就对了一下 就是前面是生病了 然后在那边住院前 前进都有调队了 后面他们已经前面走完了 就只能用普通话沟通 能听懂一点是吧 那怎么整 他这样子情况有点危险 那我们村委会负责送 就把他送到达罗斯 那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谢谢 谢谢 那我们俩坐吧 谢谢 谢谢 辛苦了 跟阿加已经沟通好了 阿加就是这样子 就是三步一刻 这么刻 真的很虔诚 刚才跟民警聊的时候 也说的是 他们像这么磕过来的话 基本上是不止一两个月了 可能就半年往上走 半年 对 因为就像是这种山一样 翻山越岭 像叩拜到拉萨朝圣的这些信徒 像叩拜到拉萨朝圣的这些信徒 他们额头已经有很深的这个烙印 非常虔诚的心 像这个沿线上面这个年轻人 他们也是从青海进入拉萨 但是他们选择的方式更轻便 稍微好一点的这种方式 徒步 思想会比较开放 他会觉得要适应当下这个时代 长者就选择更传统的这种方式 这也是他们很多这种信徒一生的 一个视野 可能他们攒了一身的钱 或者怎么样 但是最终的目标就是要扣到拉萨去 然后他就想余生 我就在这一路上就走完它 对于这种信仰真的有点感动 说实话真的有点感动 来到一趟西藏 你觉得这世上没有什么是大事 过来人最终都是会归入到尘土当中 这是我坐过最慢的一次车 全程不到十公里的路 却开了十个小时 前程的朝败者 却是一路磕到了这里 我不理解是怎样的原因让他执着于此 即使是自己一个人 即使这一路上有各种的风险 也仍要完成朝败之路 在朝败的路上有的人是为了获得解脱 有的人是为了获得平安 他们来到拉萨朝败的原因各不相同 这一次这一位阿价他说 他曾经在一次放牧的途中 因为自己的疏忽 使得自己的孩子不幸离开了 这也是他这一次来到拉萨 必须完成朝圣之路的重要原因 他辛苦了 悠悠 生活无常总有遗憾 在西藏这片土地上 宗教已经存在了千年 这也成为了过去人们 面对困境时的重要的心灵慰解 在一次工作培训当中 一位老师的话影响我很深 他说 智藏必须智藏 这使得我在与信徒面对面的时候 能够从他们的语境出发 和他们进行有效和谐的沟通 而不是将政策申办映桃 所以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经历了那么多的人 然后很多故事 慢慢慢慢地被感染 然后我就认识到 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 这个人类社会当中 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 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 真正明理宗教的人 他会知道 我们是要各色人群 各个种族的人群要大同 我们地方政府为的 就是尊重地方民俗 后期所有在这一片古城区域 建的房子 都不要超过布达拉宫 像我们这么放眼看去 那个顶就是我们金刚大寺的顶 然后那个金顶就是我们大昭寺的金顶 完全两个教派的寺庙就共存在这一小片区域 这个在其他国家我觉得是应该不多见的 确实是不太可能 在西藏的某一些偏远的地方 群众工作呢 地方政府会联合僧人一起开展 然后这边的很奇特的一个现象 蒋经师是藏回 他讲经的时候会用三种语言讲 第一个呢 他是按照原文 就是阿拉伯文 讲完后呢 他要用汉文翻译一点 然后他用藏语再讲一遍经文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民族共同生存最好的一个典范 这阵子刚好你来的这段时间 就是我们布达拉宫要粉刷白色群体的那个时间 昨天看新闻也有报道 两个小时内就集合了将近六万个本地的老百姓 还有内地的游客粉刷群体 他刷那个都是用蜂蜜和牛奶 现在就刚好光线打到布达拉宫 就能看到他好像白的反光 更加地壮观雄伟 了解到有那么多的人 就是热爱这片土地 然后愿意去无偿地为他做一点事情 就很难不去相信这片土地 不会变得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